在疫情等多方因素影响下 不少中小企业资金链面临较大压力 作为台商在大陆投资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厦门的台企也同样面临资金回笼压力 今年以来 随着大规模增值税留底退税政策的精准之达 厦门不少台企获得真金白银的扶持 快速纾困 深耕发展 怀揣着创业梦 台湾青年金虞峰 2014年从高雄来到厦门湖里 创立公司 销售香制品 在疫情冲击下 金虞峰开办的线下门店 客流量缩减 资金吃紧 好在留底退税 留税两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为他及时送来了40余万元人民币的税费红包 我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从台湾过来 透过互联网的方式销售到大陆各地 所以留底退税的措施 对我们的现金流来讲有很大的帮助 包含我们平常的一些租金的支出 员工薪资的支出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之下 包含我们的门店 客流量都少了20% 所以就是说 透过这一次的减免政策来讲 对我们是一个急死瑜 而且是对我们企业来讲 有让我们喘一口气 作为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亲委会主委 金渝峰不仅自己扎根厦门 还致力于推动在大陆就业创业的台湾青年联动发展 金渝峰告诉中心社记者 包括税务在内的政府部门 出台了很多会台政策措施 提供的服务都很贴心很暖心 2015年在厦门成立的台资企业 长吉厦门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疫情下公司因合作对象多在福建省外 不便去实地考察 进而影响了业务开展 业绩下滑 资金周转困难 税务部门了解企业情况后 主动上门一对一辅导 享受流底退税政策 随着近12万元人民币的退税到账 该公司更有信心扎根厦门安心发展 受疫情的影响 我们的现金 我们的业务流 包括一些回款 实际上是影响还是蛮大的 那我们原来虽然那个税收政策 有一些减免优惠 但是我们这次的流底退税 实际上是把现金 退到我们公司的账户上 对我们公司缓解资金压力 这个作用还是蛮大的 作为特区发祥地的湖里区 是厦门重要的对台窗口 为确保增值税流底退税等 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直达台起 湖里区税务局牵头举办会台政策宣讲 并在半税服务厅设立对台专窗等 推行专人引导受力需求快速响应 同时还派专人定期上门走访 深入台起开展业务培训和政策辅导 大规国流底退税政策是今年组合式 税费支持政策的重头戏 台商台包也在受贿之列 我们是提前筛选整理了符合条件的台起名单 通过税企邮箱 电话 微信 税企互动平台和实地走访等方式 第一时间为他们送上政策解读和操作辅导 同时建立听取诉求 完善举措 提升滞效的工作机制 持续打造对台服务 第一税收专席 支持台包在下 创业 新业 热业 据了解 流底退税新政落地两个多月 已有超55亿元人民币 退到厦门企业账户 其中小微企业是受益主体 占比超九成 共计退税近30亿元人民币 厦门现有港澳台个体工商户1440户 其中台包个体工商户649户 占比超过40% 得益于会台政策举措的 不断落细落实 台资商市主体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目前 厦门台起数两居福建省首位